这里是西藏小江南米林 米林县城 这小县城挺清静的 我们离开灵芝的八一 准备去往南一沟景区 途经米林县城 因天色已晚 准备今晚在寨扎营 第二天再去南一沟景区 在县城超市补给 采购一些食品水 按照我们的习惯 出到一个地方 先开车转上一圈 侦查一下 看看哪里适合扎营 前面是直高 这右边是一座小学 这学校扎堆的 顺便也开车游览一下米林县城 米林县城是在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 在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之间 它的东南与莫托相连 西部与朗县相接 北部与八一区 西部与宫布江达 吉林南部与龙子县相连 米林县盛产药材和菌类 因此也被称之为是药香 米林县境内居住有 藏族、汉族、洛巴、门巴、洞、回、夷、土家、羌等九个民族 它们主要以农业为主 牧业为辅 是半农半木的县 初到米林县城 对小城的印象不错 县城人口不多 但是非常干净、整洁 左侧就是雅鲁藏布江 这一条延江公路 这鸟 一下子就飞起来了 这什么鸟啊 一下子就飞起来了 哦 飞行的 鸟江扒瓦、大鸟店 在小城转了一圈 已经找好了一个适合扎营的地方 现在就准备开车过去 刚才转了一圈 找了一个最佳的停车位置 屏下那个正土的 半石辣楼的前面的广场 那一屏停车啊 那里停车那还相当安全 我们现在就过去啊 那右手边 这就是他们正不够 当那楼的 这只没广场 那只没广场 知道不就是停车 不知道 试一下吧 什么路边走 但是在路边睡觉 还是有点不踏实 踏实 楼 嗯 这边这边低调一点 可以换着停车位 那红车那边 这个方向 你嘴边上那边稍微 但是不要靠那条路 哦对对对 好 车好 怎么样 这离路边 还有点距离 很安静 现在的任务是 找一个公共移动间 哦 不然 公民